国立东华大学母语屋在2013年9月成立 由一群对本土语言有高度兴趣的学生 自发性组成 希望借由母语屋的成立 达到语言保存及附赠的目标 今年母语屋扩大办理母语歌谣比赛 希望从歌唱开始传承母语 希望透过一个存足语的方式 来让学生他们自己有一个发展的地方 然后甚至于就是说 透过一些鼓谣也好 透过一些我们的这个不一样的乐舞 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文化 透过母语歌谣比赛 让学生有动力去学习母语 也可以彼此欣赏各族群的歌谣之美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因为借由这个歌唱比赛 让我们能够其实算是更使用母语 就是因为这个歌唱比赛 可能有点进步一点点 我觉得很好啊 就是会就是让我们学校的学生 就可以去认就是去 更有那个动力去学 这次母语歌谣大赛以主流音乐为主题 强调打破以华语为主流的音乐歌谣现状 让年轻人意识到主语的重要性 而今年比赛也打破往年形式 融入了更多元的表演方式 包括歌唱 戏剧和舞蹈 除了让所有参与者进一步认识 台湾各族群的语言和文化 更期望本土语言提升为一种新主流 这次新闻 以前马亚华联寿风采访报导